在中午过后呢 这个空气品质容易不好 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天气 真的实在是太稳定了 没有什么风 至于详细的天气状况 透过微星凝图带您 做进一步的掌握 其实目前在台湾上空呢 您会发现 真的是没有什么云量 所以说虽然呢 到了中午的时候 会觉得这个太阳好大 好强 不过呢 早出晚归 或者是要骑车的观众朋友 还是要提醒您 这个外套不可少 因为呢 没有什么云量 所以辐射冷却的效应 其实就蛮明显的 所以清晨观测到 在嘉义的话温度只有14度 所以说要提醒您 这个早跟晚的话 温差其实是蛮大的 但是呢 到了中午左右呢 这个太阳一出来之后呢 就会觉得 开始觉得热起来了 所以说今天呢 在里头会建议您穿着 尽量比较透气舒适一点 因为呢 今天整体来讲 跟昨天来讲 天气形态是蛮类似的 在西半部呢 有几件事要特别提醒您 第一个呢 就是在昨天豆精观测到 这个紫外线豆精 到达了过量级 今天呢 看起来是蛮有机会的 所以说待会要出门上班的话 建议您记得先擦一下防晒 再来的话呢 就是像刚刚安琪 也跟大家所提到一样 因为呢 其实因为没有什么风 对流是比较弱的 所以呢 在空气中 这个臭氧浓度容易飙高 所以呢 如果您是容易呼吸器官 容易过敏的观众朋友 也要提醒您 在中午过后 这个空气品质 是比较容易不好的 而至于在东半部呢 像花莲跟台东 可能会觉得 怎么早上看起来 这云量蛮多的 不过呢 到了中午左右 还是都有机会看到阳光露脸 所以整体来讲呢 因为台湾现在是位于一个 蛮稳定的这个高压系统当中 所以就算现在华南这边 有一些云系偶尔会飘进来 但是呢 进入台湾的上空之后呢 这个云就会慢慢散掉 所以说整体来讲呢 这样一个天气形态 会一直稳定到这个星期天 换句话来讲呢 未来这几天 都是春暖花开的这种好日子 而且呢 这个温度还会一天比一天 还要高 其实在地面天气图上呢 您会发现 就是这个冷空气啊 都已经退到蛮高了 其实距离台湾有一段距离 整个风场呢 吹的是东南风 所以说今天在温度的部分 也会感受起来 比昨天再会暖一些 今天预测在北部高温 能够来到27度 而中部跟南部呢 再暖一些 可以来到28度 而东半部呢 可以来到27度 像台东甚至可以来到29度 至于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呢 虽然会有道封面 它会通过 不也因为它的纬度 其实是蛮高的 对台湾来讲 其实整体是不大影响的 顶多呢 就是在东北部话 会有一些短暂雨 而到了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 因为吹的是偏南气流 到时候甚至这个温度 还会再高一些哦 有机会来到30度到31度 所以说呢 未来这几天 真的会觉得 好像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哦 所以说要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您是现在 才打开电视的话 再透过气象上的叮铃 带您一同来掌握 天气上的重点 今天来讲呢 天气依旧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晴朗 但是呢 要请您做好防晒的动作 因为紫外线 其实是蛮强的 再来话 就是中午过后呢 空气品质容易不好 因为没有什么风哦 那既然没有什么风呢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会觉得很纳闷的 就是怎么最近收到一封 就是署名气象局 发送的这个 强风特报的邮件 要告诉您哦 这最主要是有些人 他们冒用气象局的名义 来发送这样有毒的信件 如果您收到的话 小心千万不要打开 以免您的信箱会中毒哦 中午 香港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